這也是中和 這間通訊行門口拉起封鎖線 好幾名見識人員在裡頭 來來回回仔細搜證 因為十一號上古 這裡發生命案 通訊行現任老闆中姓男子疑似 和前任老闆有財務糾紛 雙方爆發口角 沒想到前老闆就找來同伙 把中姓男子毆打致死 當地里長說在過年前就曾經看過 中姓男子手部頭部受傷 沒想到現在發生意外 鬧出人命 而警方調閱監視器 已經帶回一名陳姓員工 他向警方公稱 看見老闆受重傷 就將他送醫治療 但後來被警方發現 這名員工設有重嫌 提供相關的證據 戳破他的謊言 突破新防 這個發洩人 他就公稱 他有毆打犯嫌 但是沒有預料到 這個後果如此嚴重 至於通訊行前老闆 和其他兩名同伙 目前還在逃逸當中 警方也調閱監視器 破大追查 要釐清詳細的犯案動機和工具 畢竟光天化日之下 發生凶殺案 也讓人懷疑 背後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 華視新聞 畫面是張俊慧新媒報導